除了神赛子哈维,或许没有人能够想到,最终登顶本届亚洲杯的是之前一直与冠军无缘的卡塔尔。 2019年阿联酋亚洲杯见证了新王的诞生,但就总体而言,亚洲足球的底层约化不大,倒是中游球队与底部球队的差距开始缩小。 这对于中国足球来说,显然不是好事。 套用那句俗话留给国足的弱队真不多了。 球迷在多哈喊边大道,庆祝卡塔尔对手夺亚洲杯,新华涉图亚洲真的进步了。 除了朝鲜队三场比赛被打击13球惨遭三连败外,总体来说,本届亚洲杯并没有太多令人失望的球队。 而谈及亚洲杯可军造24支球队,赛事组委会副主席罗麦西,在接受澎湃新闻季节采访时谈言,一些实力相对较弱的球队,需要参加大赛的机会。 我相信随着经验的积累,这些球队下届亚洲杯会有更好表现。 过去中国足球看不上眼的一些球队,都取得了明显进步。 燕渡队距离小组赛出现几差一步之遥,他们四比一击祭拜了泰国队。 而泰国队打进了淘汰赛,还在八分之一决赛上半场领先中国。 另外一支东南亚球队越南也证明了,他们取得好成绩的舞台,不仅仅限于今年队舞台。 继续年123亚洲杯亚军和亚运会前四后,越南又在本届亚洲杯淘汰赛祭拜了约旦,最终八进次的比赛0比1西败日本。 国足小组赛首战对手吉尔吉斯叶杀进了淘汰赛。 就连小组赛三连拜的菲律宾,也在规划球员带领下,打出了一定水平。 如果40强赛前,他们能够按照计划继续规划5名球员,菲律宾的实力也会再次提升。 朝鲜和也门是三连拜球队中输的最惨的,这其中很大部分原因在于主教练。 朝鲜主教练太年轻,缺乏经验。 电门属于林郑换帅,前摄天主帅科齐安还根本不了解球队,否则比他们的水平,不至于遭受如此惨败。 中国对0比3不敌一马,无缘四强。 新华社记者李刚涉亚洲二流。 国足未来会更难国足这几届亚洲杯成绩都不差,2000年打进半决赛,四年后,本土亚洲被亚军,之后两届亚洲杯虽然未能小组出现,但也都能来到四分。 上届亚洲杯国足小组赛三连生强势出现后西拜东道主,也是最后的冠军澳大利亚。 本届亚洲杯,国足也赢下了该赢下的三个球队,最终取得了一场淘汰赛的胜利,打进了八桥。 李金也说,打进前八队国足来说很重要,意味着,国足依然是亚洲最好的八支球队。 总体来说,国足在亚洲范围内位列二流,比不上传统强队日,韩、沙、伊、澳、蛋和伊拉克、叙利亚、乌兹别克斯坦、约旦实力道致相等。 过去几届语赛,卡塔尔、伊拉克、约旦和叙利亚,都扮演着中国足球鼓主的角色,卡塔尔随着本届亚洲杯夺冠,即便不进入亚洲一流行列,也领先于其他二流球队了。 而伊拉克和约旦两队,都展现了很强的身体素质,未来国足恐怕很难在直接对抗中占据上风。 叙利亚虽然表现有所相反,但这个饱受战火影响的国家在市域赛中,总能奔发出更大的能量。 随着政治为代表的老将亚洲杯后,慢慢弹出国家队,国足未来更加现实的目标,就是要保住二流的位置。 老怕世界杯2026年火军为48支参赛球队,国足想要拿到亚洲的八张门票之一,也绝不是轻而易举之势。 国足输给伊朗后,年轻的柳洋在赛后哭了。 卡塔尔的雄心和决心,参加2018世纪赛最后12强赛中的11支球队,都打进了本届亚洲杯的16强,这意味着亚洲足球整体格局未有太多的改变。 那么,卡塔尔能否通过亚洲杯冠军,积身为亚洲一流强队? 这至少还需要通过下一届卡塔尔人自己举办的世界杯来证明,2007年伊拉克也曾夺取了亚洲杯,但伊拉克足球在亚洲从来就不是主流。 不过,卡塔尔和伊拉克完全不同,他们不受战乱影响,经济实力雄厚,借着世界杯东道主的机会,要足球上投入巨大。 本届亚洲杯能够夺冠,一来是他们改变了过去纯粹花钱雇佣球员的规划模式,转变为从小培养不同国籍的球员。 对于卡塔尔这样一个移民国家来说,这并不难办。 同时为了2022年世界杯,卡塔尔足铁很早之前就中介培养了一。 995年零段球队,西班牙人菲利克斯·桑切斯,从2006年开始一路将这些孩子带大,并在2013年被卡塔尔足铁,正式任命来EO19国庆队主教练。 两年前,眼见识欲赛出现形式渺茫,已经升级为国家队主教练的桑切斯果断,让1995年零段球员大面积进入国家队,这批球员已经成为卡塔尔国家队最重要的力量。 据统计,卡塔尔参加本届亚洲杯23名球员中,90名球员是1995年以后出生的球员。 等到2022年世界杯,这批球员正值27岁的黄金年龄,卡塔尔人的绝。